在單飛之前完成了所有代飛科目以後 已經具備了單飛的這一個能力 只不過呢通過單飛這樣的一個形式 讓他們突破自己心裡這個瓶頸 突破他們心裡的障礙 院校裝備主戰型轟炸機 是空軍歷史上的第一次 標誌著院校訓練改革歷史性的期盼 這一改革大大的縮短了院校和部隊的距離 培養的人才 更符合一線作戰部隊的需求 更適合未來作戰的需要 製造山的掣越 曠岸的掣越 使用武術 企圖 u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